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才能进行下一个科目 然后你完成的不好的话 就是下一个小时里面 下一堂课里面要复习一下 这一堂没有学好的东西 所以要浪费一个时间 时间表拍出来也会乱 原计划明天上午是11点12点连两节课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看着是搞不定了 是明天上午10点的课接着上 然后下午的课要转移到晚上7点 才能再来上第二堂课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 感觉我这个人是有点笨 入门是不管学什么 入门稍微有点有点笨有点菜 我学车的时候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第一堂课挂了 然后往后延 但是毕业的时候还是算是比较顺利吧 全部都是考试一次通过 反而比我那个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早毕业了两天 努力吧 反正就是学摩托车感觉很恐怖很吓人 然后就是上下摩托车的时候 又摩托转猛 上下摩托车的时候很容易摔倒 第一期拍摩托车视频的时候 我说是一个老师配两个学生 我说错了 日本的他之所以跪是跪在哪 跪的就是一个老师配一个学生 所以就这一个老师之内 这个老师一直就是跟着我 我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直接在下面小跑 小跑着跟着我 就是教我 让我那个被摔倒了 有危险之类的 就是这样 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来修摩托车 就是护具很多吧 包括身上的那个护甲 还有护肘 还有护那护膝 全部都有 头盔就必带的 然后那头盔 我头太大了 有可能是啊 耳朵疼的不行不行的 哎呦我天哪 两节课下来 我感觉耳朵都别人的 不是我自己的耳朵了 夹的特别难 是特别疼 然后还要戴一个 然后还要戴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 你在戴头盔的时候 把这个套上才能再去戴头盔 因为这个就是防汗的吧 就是防你出汗 而且就是有个 有个那个 凉爽作用 还是比较爽的 看着喜闻想劫匪啊 价格是不便宜 但是贵是贵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老师们教的还算用心吗 今天这个老师超好 具体年龄不太知道 看着很年轻 但是就是人特别好 就是说话特别温柔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懂的地方很多嘛 人家也不会很急躁 让你啊 你这做的不对啊 就那种大声喊你 会慢慢慢慢诱导 你说呀 没事没事 就是鼓励那种 没事慢慢来慢慢来 咱们接着往下走 教你 我看一下 这刚才你这个做的不对 但是不是怪你是怪我 我没教好 没说好 就这种给人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老师很nice 但是其他老师我没见过 今天我来这个家乡 就碰到第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感觉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 一对一的教 然后连着这些上连节课 然后不管做什么事都会 特别温柔 特别那个 亲生的就是提醒我吧 就是说哎呀 你要注意怎么做 这个要领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教的话 我感觉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好了 我会在接下来以后 我们学末生驾照的东西 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吧 对了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节课去考试的时候 去学习的时候 有一个比试嘛 还有比试就是适应性 就是适不适合开摩托车 这个我念一下综合判定 适合开摩托车 更要安全驾驶 然后状况判断力 没有问题 动作正确性没有问题 动作速度性没有问题 就是容易性格容易变化 没有问题 就是容易那个 就是上杆子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 听不懂这个词 也是没有问题 就是特别强的 这种主张也是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耍帅耍酷的那种感觉 我竟然是有问题 我操 他说的是为了耍帅 为了就是那个更酷的 去那个驾驶摩托车 等于自己有一定的实力之后 再去做 然后就是不要耍帅 就是安全安心的去扛摩托车 很快速的那种 就是不好的那种 请不要做 我的天哪 我今生有个耍帅性格 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感觉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感觉我不是耍帅 我只不过是 我的性格是 怕丢人 所以就造成性格急 有点急癖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今天去考摩托车 也出现这个问题 老师也说了 就说别急 别慌 慢慢来 就这样跟我说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 喜欢视频点下关注 你们有没有学过摩托车 学摩托车的话 有那个 怎么说 有那个好的经验的告诉我 咱们一块讨论讨论 好了拜拜 我们下期见